HELLO大家好,我是昂昂凱,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看到大家在網路上一直噴斑,它不符合惡獎的強度 它設計沒有特色,很容易死 我想,是時候該幫斑說一些話了 好,那斑這張大獎,你們說它沒有特色,這我就有話要說啦 你們看,有哪一個惡獎是設計的,完全沒有血量加成 完全沒有減傷,完全又不給轉租延長的 有哪一個大獎敢做得這麼猖狂的?沒有 我們斑就是覺得說它不需要靠這種身外之物,額外的加成 它就讓你體驗到最初的強度 我就算吸傷害會死又怎樣 我就算隊長技能沒背血又怎樣 我就是斑,怎麼樣?不爽不要抽我啊 這種坦蕩蕩的精神,或更甚至說讓我們體驗到 最初神魔之塔轉租的純粹的感動的隊長 說實話已經不常見了 這就是它的特色啊 它就讓你們想起最初玩神魔之塔那種感動啊 它都做到這樣了,結果還有要噴它我真的是不了解 好,或許或許你聽到這邊覺得有點荒謬 但其實你把它稍微來比一下就可以發現到它的特色了 我們就隨便拿一個前次合作的二獎雍子來比好了 一樣是火人 但火人這一張,哇!你看它這個就是壞份子 怎麼給背血?怎麼還有增加秒數? 哇!這一看就是沒特色 隨波逐流 跟著下一線的隊伍的標準在走 這就不行 這就不是我們班所想要經營的一個特色 所以你會發現到,欸! 這樣一比較下來就會發現到 哇!這班真的是有著其他大強都沒有的特色 現在我們都一直在什麼嘴強度啦 其實沒有必要 我們有時候也得放寬心來看 就除了我們在追求傷害,追求倍率,追求背血之外 我們是不是能夠 在利用這樣子這麼純粹的一個隊伍 來玩出自己的一個特色 來找回當初對什麼的那個熱情 我想這次七大隊合作 搬這張卡片 我在他身上看到的一個人格特質 他真的有機會讓我們找回最初的感動 在目前來看,他的主動技能 界王拳,吸傷害 人類一票都是界王拳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主動技能設計 才是真的應該岩上的地方 他應該把他岩上成 要跟奇亙藍不一樣 我就直接做沒有技能了 好不好,CD6,沒有技能 讓你想開技能都沒辦法開 回歸到最初的感動 我們最初的神魔之塔世界 大家回想一下,閉著眼睛回想一下 那個不靠技能 靠轉出的那個年代 有沒有回想起來了 對 班或許 你就不要隨波逐流嘛 那這主動技能做的這樣是怎樣 這教學是怎樣 你為什麼要跟別人一樣 這時候我覺得他這次設計的最矛盾的地方 其實是他的主動技能 為什麼要做的有用 為什麼 這是我比較疑惑的地方 對,大家或許可以在留言處 來做一個解答 所以我強烈建議各位 也不用岩上了 因為班很明顯 有一個最適合他的位置 倉庫 班先生那個前面有一個倉庫 對對對,在那邊直走左轉就到了 他就在那邊好好待著 各位不用去驚擾他 除非你是跟我一樣 可能就是厭倦了這世界上 哇,多麼華麗的外表 什麼被寫 什麼平坎破百億 沒有 你想要回味最初的蛇魔 你再把他 你再去倉庫找他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我對於網路上那些 批評班的人 覺得我 我覺得我是可以幫班 出來說點話的 每一張卡片都有他的價值 我們不一定要要求每一張卡片都長得一樣 我想 這不就真的是我們玩蛇魔的出眾嗎 所以 你們 希望你們都可以玩搬 玩得開心 不說了 我先去倉庫找他了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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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